小客車右邊車頭幾乎全毀 板金也因為重擊力道大而凹陷分離 車頭燈只剩下撞擊後的玻璃碎屑 遠景不斷在車內翻找物品 因為這台車的車主已經不知去向 11號早上5點多 高雄三明區中華路上 一名高齡96歲的老婦人 前往市場買菜的途中 被一台小客車撞擊 當場沒有聲明跡象 沒想到肇事的小客車駕駛 竟然還汽車逃逸 大哥 現在是 譬如是我們媽媽嘛 她今天是買菜的 她要過來台灣盜三天 她的家要來拜拜 要看拜拜 今天要拜周生 從陽姐要拜祖先 她要過來幫我們 要看麵條要拜拜 不然她都差不多六點多 我就過來 家屬文勳到場不敢置信 悲同欲絕 鬼底痛哭 自己的親人只是要出門採買 卻就此天人勇格 孫子表示這個菜市場 阿嬤經常光顧 因為阿嬤就在這裡 跟家人擺香腸攤 做生意 市場對阿嬤來說 是再首席不過的地方 沒想到卻碰上意外 警方已經擴大調閱監視器 全力追棄逃逸的駕駛